这次秀林乡公所也是重点灾害区 乡长王美贵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投入整个搜救救灾的工作 因此他也特别前往了慰问国军第二作战区新型的将士英雄们 同时也前进了指挥中心表达了感恩之意 秀林乡公所乡长王美贵由衷感谢每一位岗位上认真扶持的贵人们 感念因花莲0403地震为搜救受困台巴西的民众 来自精英特殊勇士们并且在太鲁阁公屋段富士多工集会所建立特殊基地 除了进行人员管制并持续进行多日搜救任务的辛劳 特别为请秀林乡顾问团长肖采军 秀林乡公所秘书潘美莲黄青聪焦秘书自证维闻加赛金 秀林乡公所秘书潘美莲 为请代表我们乡长王美贵 以及所有我们秀林乡的乡亲来到我们公屋段这里 由我们的县消防局所组成的一个搜救的单位 来自于各县市的搜救人员来到这边来协助我们秀林乡 谢谢他们 而这次由华林县消防局特殊队吴佳琪副队长代为接受 另外协同秀林乡后备军的复杂中心杨明德主任 吴志伟副主任 长保华都岛慰问国军第二作战区 辛劳的将士勇士们 并且前进指挥中心与副指挥官 刘伟德将军何以留恋 来表达感应的心 记得终于学乡的导 我们下期见